一大早忙著洗菜備料 裝飾擺盤 屏東恆春這間定食店 小小一間主打在地食材 吸引不少人朝聖 但卻在端午連假 被幾十個客人取消定位 甚至爽約 忍不住上網 PO出這一張張定位記錄 一種牌都是客人的取消定位 業者忍不住發文抱怨 端午連假開始一天半 就經理定位臨時取消 或是爽約 NO SHOW已將近20組 總人數超過40人 到了連假第三天更誇張 午餐定位從已客滿 被取消到只剩一組四人桌 無奈含苦 所以一整年份的放鳥 都在這個廉價被他們遇到了 這張定位記錄 在網路上也掀起熱烈討論 有人認為客人定位到取消的過程中 店家為了他們推掉其他客人 這也是損失 但也有人認為爽約有錯 但取消沒什麼問題 引發不同意見 至於其他餐廳這麼做 我們會提前先跟客人點好餐點 然後預付訂金一千或兩千塊 遇到取消的話也是有的 那就是會再另外讓他們退訂金 所以基本上如果先預付好訂金的話 其實客人都不太會取消 其他業者先收訂金超管用 至於恆春的店家抱怨定位後顧客又不到 如今也接受建議人數超過八人 先收訂金 提醒客人定了位 盡量別時約 三例新聞 朱俊傑 結婚昏山 評論不到 評論過 大家趕快 指訊 償 償